越舰式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,更是一个国家富强的表现形式。 近日,美国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《日本认清现实》,伸出橄榄枝,想派两艘军舰参加中国越舰式。 随着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,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增加。 近些年,中国海军多次受邀参见世界各国海军越舰式,比如,中国曾经派出数艘军舰,前往新加坡参加盖国的越舰式。 前些年,中国也曾派出军舰前往巴西参加越舰式,每次参与世界各国的越舰式,都受到了各国的高度评价,纷纷为解放军的军舰点赞。 尤其是去年年底,解放军的和平防舟号参加智利的海军,成立200周年时,智利人纷纷表示,东方大国的海军,果然实力不凡。 今年我们中国的海军舰军满70周年了,这次将在青岛举行约舰式,现在的中国海军有亚洲最强的军舰05大区,亚洲排水量最大的航母,全球为数不多的双航母战斗群,并且003星航母的分段舱已经完成建造。 这些数据都是实打实的顶级舰船。 美国军事专家乔治亚表示,日本经济总量5年前还高于中国,但是到了2019年,中国的经济总量,已经比日本多出3万亿美元。 在武器领域,东方26反舰导弹试射成功之后,整个日本的军港和航母都在射程范围内,险进的歼20多次突破第二道链,去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巨浪三前射导弹,直接覆盖了整个太平洋,面。 对这种现实,日本认清了现实,现在的日本主动伸出橄榄枝表示,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时间,和中国友好相处,加强两国经济和军事上的交流。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前些年,韩国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该国的海上越舰式。 当时日本想挂该国的国旗,被韩国拒绝之后,日本强硬地放弃了参加韩国越舰式。 这次可完全不一样了,日本主动伸出橄榄枝,请求参加在青岛举行的越舰式。 这也证明,日本开始认清自己的角色了。 据悉,这次日本海上自卫队,将派出两艘军舰前往青岛参加越舰式。 据透露,日本派出的两艘秋越级,这款军舰排水量为6.8万吨,最大豪速为30节。 装备先进的FCS-3A有缘箱控制雷达已经平面搜索雷达,舰体还搭载有先进的垂发反线导弹。 舰体的船尾还有两艘先进的反潜直升机。 不过对于日本主动发出的请求,东方大国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回复。 下个月的4月下旬,总计有20多个国家将派出军舰和观察团前往青岛,解放军不断提升的实力,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 至于东方大国是否会答应日本参加越界时,这也有在日本给出的态度,如果要挂着他们的军旗过来,那东方大国绝对不会同意。 中国,我的母亲,将以一个更高姿态,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,将世界都来感叹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,感叹熊世醒来的时刻,中国,的明天更加繁荣富强。 文章来源,米尔真是,千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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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章来源,米尔真水。 文章来源,米尔 米尔真是,百年蕾的话 文章来源,米尔真 Visa 文章来源,米尔真有 São紫 文章来源. 文章来源现前在420两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